大新聞大爆掛 訂閱靠大家 每日功課 開啟小鈴鐺 轉發補課 每天都要支持大新聞大爆掛 三午快樂 歡迎收看大新聞大爆掛 我看到很多老朋友 已經在子頻上等待了 同時記得幫我按讚 還有把連結分享推播出去 同時要幫我衝高一下訂閱數 那我一再強調說 這個星期開始 我們都明顯感覺到線流 不管是在線的時候線 或者是事後回看的時候 你也會被這個 有一種不知名的力量 給限制住了 所以這部分還是請大家 幫我們想盡辦法突破線流 好 所以我們還是會繼續監督 繼續講真話 那因為今天來賓很精彩 我就不用佔用大家時間 所以我趕快把來賓先Cue出來 好 首先歡迎是翟神 時評論員朱學衡 各位大家好 時評論員羅友志 前衛好 大家好 以及國民黨前政權部副主任 張維園 張維園 好 那等一會呢 還會跟我們一起 視訊討論的 包括是前國健署長邱淑提 我們一開始呢 就先來看到 事實上這波Omicron 對台灣有解 其實孩子來講 這個小兒的重症率 死亡率是高於各國 尤其腦炎的情況特別嚴重 到目前為止 我們這邊最新的案例 是15例腦炎 好 那整個比例超過了5成 好 那很多孩子走了 這句話呢 其實政府不給講 你一講 可能警察就會來抓 好 那今天呢 孫昌到台中視察的時候 視察這個兒童疫苗接種站 有里長衝出來高喊 很多孩子走了 當場就被隨護駕走 但是他可以領到諸大的種子 對啊 在座有沒有 全會要不要也送他一顆 好啊 我們那邊熱情共襄盛舉 我這樣講啊 來 我們以前怎麼監督政府 現在就怎麼監督政府 當獨裁成為事實的時候 革命就是贏 你今天如果領我公帑 納稅前囂張跋扈 隨時郭彥均出來就要抓他 然後你的蔡其昌的助理造謠 你就說大家互相理解 還有比這個更雙標的嗎 我們講白了 蘇貞昌實名奉入 你吃的是我的納稅錢 你在那邊囂張 我嗆你剛剛好而已 任何一個國民 不管你有沒有競選 不管你人在哪裡 從今以後你只要聽到 蘇貞昌有行程在哪邊 你就去現場嗆他 因為你該嗆 任何一個納稅守法的公民 你都應該有資格有責任 要去監督和要求這些公僕 蘇貞昌是公僕啊 但你什麼時候看到蘇貞昌 擺出一個謙虛的態度了 蘇貞昌所代表的 就是從古到今大家講過的 奴大欺主 我今天把權力放給你這些官員 結果官員正式不幹 到處收割各種各樣的爛政策 我就問一句 請問你發給高中以下的學生 每個人一支快篩是要幹什麼 現在是一份快篩 試劑 那如果今天你試劑 我們這樣講 而且怎麼會是試劑 這麼奇怪的數字 你怎麼知道他 我這樣講 他的邏輯 就是 我有給你 我私恩給你 完全不用管 到底合不合理 有沒有用 請問你現在發給他這一組 不管是4G 8G 16G 是不是會用完 當然 也用很快 你的整個高中以下的學校 到底有沒有相關的規範說 你要在什麼時候用這些試劑 沒有吧 各位那個試劑又不是驗運棒 你平常搞不好高中生用驗運棒的機會 還比較多 結果你發給他試劑 那而且你也沒說用在哪裡 怎麼用 是每天上學的時候驗一次嗎 那你上4天學以後就不能上學了 那還是說每一週驗一次 那至少驗一個月 要進暑假了 你都沒有講 發給學校要不要時間 要郵寄的時間 要郵寄的人力吧 由學校再發下去 要不要人力 要不要清點 要不要發 都要 坦白說你今天從上到下高層 給你一個包裝東西 中間大家的手要摸多少 你是不是由中央政府 而且四季是不是重新分裝的 我根本不知道 國軍現在不知道 是不是還在分那些快遞 他們有夠倒霉的 在一邊口頭說保家衛國 我們一定要試用這個紅准火箭彈 結果你另外一邊 然後這些士兵在那邊包快篩 是要怎麼樣子抵抗解放軍 我覺得簡單的講 這個以後大家如果看到蘇文昌 你就該嗆他 不要心虛 而且我們已經測試過了 以前上一次毛家慶的時候 還有人手被打斷 但這一次沒有 所以漸漸漸漸的 如果越來越多人嗆 可能搞不好下次送你一盒喉糖也說不定 所以不要客氣 看到蘇文昌就要嗆他 要讓他知道民主民主以民為主 你不要以為只有在選舉的時候 人民有權益不對 任何時候你看到蘇文昌做得不好 你在路邊看到能嗆的就要嗆 該嗆就要嗆 被駕走就給他駕走啊 怎麼樣你能把我關到西伯利亞去嗎 你能把我關到北大荒去嗎 所以我們還是要講 這是公民的權利 你該嗆他的時候不要客氣 我這邊先插話一下 今天雖然指揮中心不開記者會 院成中說吃粽子 那院成中去跑行程了 那現在呢 因為剛剛提供給我們的這個 今天的確診數字是76000多 但是呢說這個數字 或許還不是百分百確定 但是已經確定了是不是 76517 76517是今天確診 死亡是142例 142死 我們剛剛就特別講到了 其實這個數字 我們等會也要來看 就是兒童死亡 兒童重症的部分 尤其兒兒童腦炎格外嚴重 到目前為止台灣15例腦炎 整個比例上來說是超過5成的 台大小兒科醫生李秉穎說 他沒想到 真的他昨天上扣姐節目就說 他沒有想到 這個兒童腦炎在台灣 這麼的嚴重 他真的沒想到 因為來看到調出這個會議紀錄 這個是在3月24號 召集人就是李秉穎 召集一些醫生專家 所一起開的這場會議裡面 其中一個提案就是呢 他否決了要給5到11歲兒童 打疫苗的提案 完全被他否決了 所以我們現在完全 都可以串聯起來了 就可以解釋說他為什麼 之前都不會買兒童BNT疫苗 因為他就是不要讓大家打 讓孩子打 所以現在這個疫情炸開了 才會急急忙忙啊 趕快搶趕快買 然後弄得現在這個樣子 主大 很誇張欸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你今天整個政策就是要固定 你知道我前幾天在訪問 新加坡的媒體 我問說好奇怪喔 你們的數字就是兒童重症跟死亡 為什麼是0 為什麼是0 我跟他直接講一件事情 是因為新加坡政府真的超前部署 他的兒童疫苗先打了 你說0到6歲打不到 但他6到11歲跟12歲到18歲都打了呀 那他打了之後 自然面對重症的比率跟機會就會降低 而降低之後 他又有所謂的兒童收容所 就是我們之前一直討論過的 很可愛有小熊然後有床 讓這個陪病者跟兒童都有一個很漂亮的 房間可以住 然後住起來又很安心 那自然而然 你讓他身心狀況都有受到保護的時候 可是他們前端就是一個重點 就是有先打疫苗 是他就說我疫苗打得快 李斌你說不要 他3月2日是否覺得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很荒謬 是兒童疫苗 從去年11月就已經開始講了 台灣的媒體其實都問了 到今年1月的時候 指揮中心還說 我們有在談 我們有在談 麻煩公佈會議紀錄 公佈信件往來 告訴我為什麼全世界要打兒童疫苗的人 很快就打到 台灣卻沒有 台灣一路拖到4月28號 3月24號的會議還不建議大家打 請問為什麼 我只問一個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台灣 談判兒童疫苗的速度比人家慢那麼多 你去跟人家下訂 下訂就拿貨了 還拖4個月 為什麼 會議紀錄 第二個 ACIP3月24號不建議兒童打 為什麼 會議紀錄 第三個 他今天還在那邊狡辯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不是不讓兒童打 是不建議現在打 好 那你不建議他現在打 你為什麼不提前買 對 先儲存好 先備好了 數量夠了 就不擔心了 結果他也不提前買 他一路拖到4月28號 他就會跟你說有笑期的問題 會過期啊 買太多會過期 你買了之後就打呀 有什麼笑期的問題 你買進來 我們這樣講 如果有笑期的問題 所以一直拖到4月28號嘛 千惠 如果你的部署 你開公司底下有這種部署 請你馬上把它開除 怎麼可能一個東西 你如果有笑期問題 你知道那個疫苗是6到12個月的儲存期 那你為了笑期的問題 從1月一直拖到4月28號 好啊 那如果照你原先的預估 現在應該夠 應該到處都不用擔心 不用排隊不用打 但就是不夠啊 那你現在又跟我講笑期 我們這樣講 簡單來說 這個政府就是第一決策錯誤 第二決心要開放了 卻完全沒有顧慮到0到6歲的小朋友 面對Omicron要怎麼辦 第三我還是要講 何美香這個愛用異端邪說的人 今天又跟我講 那又說了什麼 他今天又說 哎呦根據我拿到的資料啊 這個Omicron的死亡率啊 是大概Delta的25%左右 何美香是不是不識字 是不是不懂得看專業資料 去看昨天的紐約時報 紐約昨天已經做出來一個數字是 他們現在等到整個浪潮平息之後 仔細統計 發現長者 Omicron的死亡率 是Delta的163% 那這個何美香說說25啊 哎 那請問何美香 那多死人你要負責嗎 怎麼會 對 你引述的數據有沒有經過 peer review 有沒有經過背書 你每次都引述一個對當局有利的數字之後 那你要不要看紐約時報 你跟紐約時報 我要相信誰 我當然相信紐約時報 何美香你可不可以不要 在扭曲你的專業背景 為黨效忠 這令人非常噁心 如果今天政府做不好 你就承認 你就說我們還有改進的空間 但結果你在全世界各地挖各種各樣資料說 政府就沒錯 大家不用擔心 Omicron是小感冒 Fatal rate就是死亡率 就算只是 Omicron的25% Omicron只是Delta的25%的話 你死亡人數也會增加 第二個 Long Covid他現在也承認有 那請問對於得Long Covid 就是長時間的新冠後遺症來講 何美香你要不要收回你這句話 得了Omicron是一種祝福 你得了Omicron之後 有Long Covid的比例 任何一個人都不是祝福的時候 台灣竟然相信這種異端邪說 只為黨辯護的研究者 真是台灣之詞 好這個台灣的小孩死了這麼多 腦炎的情況這麼嚴重 我目前要視訊連線的是前國健署長邱淑提 邱署長你好 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想首先就請教署長的是說 我不懂為什麼這些在現場3月24號 開那場會議的這個專家醫生們呢 最後裡邊你的決議是說 不建議這個5到11歲的兒童打疫苗 為什麼不給他們打疫苗到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呢問題是他3月24號否決了打疫苗這件事情 那4月1號呢台灣就開放新台灣模式要與病毒共存 那你又不給孩子打疫苗 那結果呢現在這個腦炎狀況鬧得這麼大 才急急忙忙的開放說 好那前面前端還沒有兒童BNT的時候 就說那我們打成人莫德納 可是莫德納這部分 在美國其實沒有開放給孩童打的啊 署長 對其實這個是完全匪夷所思的事情 那也是為什麼會讓我們覺得啊 這個小朋友為什麼會得腦炎啊 因為大人得腦炎 大人那個腦汁灌了綠色的水 然後呢就這種瀰漫性的腦炎 剛剛就會講完全沒有錯 就是說他是莫德納在美國啊 是6月14號才剛要審 他用於6到18歲 他連這個12、13歲這些太還沒有 對 那麼6月15號呢 則是要審6個月以上的 包括BNT跟莫德納 但是呢其實6歲以上的莫德納 美國根本還沒準 那大家知道澳洲有準 那澳洲很緊張啊 他要求要隔8個禮拜 6到11歲打莫德納 他們是要隔8個禮拜 因為他們還是擔心 說用成人一半的劑量 會不會太猛了 所以是很小心的在處理 那所以就是莫名其妙說你有 你有別人已經等於有第四期的試驗的資料嗎 所謂第四期就是你已經核准了 然後大規模施打以後的安全性有效性數據 都已經有了 是在real world的資料的 是BNT用於5到11歲的數據已經有了 美國跟以色列跟非常多國家已經有了 你卻不准他 你把他turn down 你不給小朋友打 然後呢 你熊熊等到政府呢突襲 突襲全民 突襲地方政府 突然宣布一個新台灣模式 沒有準備兒童疫苗 沒有備妥藥物 連大人的藥物都沒有 沒有備妥醫療資源 沒有賈永傑神器 沒有當初抗體 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突襲大家 突襲了以後呢 在家長的怒吼之下 才熊熊去準了這個莫德納疫苗 但是這個莫德納疫苗就算你準了 你光是跟BNT你說5到11歲 其實你還差了5歲這個年齡層 那5歲以及5歲以下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大家在講兒童的神經系統的侵犯 雖然是18歲以下都有機會 但是是最常見的就是5歲以下 包括香港的數據都是這樣子告訴我們 所以我們覺得是等於 你在暴風雨的時候開門 而我們的小朋友是沒有穿雨衣的 我們大人還有雨衣可以穿 小朋友沒有穿雨衣就讓他暴露在 病毒的槍林彈雨之下 而且不要忘了 林士幣是怎麼樣在罵陳文倩女士 就是說你的抗病毒藥物 小朋友也是不能用的 抗病毒藥物小朋友不能用 你最起碼要給他打疫苗啊 連疫苗都不給他打 然後熊熊開放 所以我們高度懷疑 說大人得了這種綠色腦汁的腦炎 那他就把疫苗也染色嗎 對不對 你為什麼不準備BNT 你為什麼寧可去用美國爸爸 還沒有準的莫德納 來給小朋友打 這個除了用政治來解釋以外 我想不出還有什麼科學上理由 所以我也認為是應該要公佈 他有會議資料但他沒有逐字稿 他應該公佈逐字稿 就好像高端的這個EUA的會議一樣 要公佈逐字稿 到底是誰 turn down 5到11歲的疫苗接種的建議 然後最後才熊熊來一個 6到11歲的莫德納 當初是哪一些委員發言反對 或者是人家也沒反對 卻是你這個主席 你做了一個這樣的政治性的決策 我們全民有 全力要求要一個答案 好我們謝謝這個署長 今天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就要先進一段廣告 那廣告之後回來 我們要繼續討論 因為呢 5歲以下的孩子 其實是不能夠打疫苗的 那現在腦炎的情況這麼多 怎麼辦呢 李秉穎醫生說呢 他也不知道怎麼預防 就只能說不要感染就好了 真的是這樣嗎 那有些醫生呢提供了一些方法 事實上是可以幫助的 可是指揮中心都沒有告訴我們 兩手一攤就說沒辦法 我剛剛特別提到了 就是你說5到11歲呢 在3月底的這場會議上 李秉穎醫生呢 他否決了他不給孩子打疫苗 那5歲以下的是目前為止 是不能夠打疫苗 不能夠打疫苗 但是腦炎狀況很嚴重啊 怎麼辦呢 李秉穎在昨天說 他真的沒有想到這麼多這種情況 那怎麼預防 他說我也不知道怎麼預防 就是不要感染嘛 那要預防兒童腦炎感染 能做的就是停課隔離還有打疫苗 那你之前不是也說 不要打疫苗的也是你嗎 好那 可是真的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嗎 我們來看到這個陳伯辰醫生 他特別提出了 他說其實在國外 你很多的相關研究 也有顯示報道都有 就是說母奶很不錯 餵母奶可以保護寶寶 那麼像是有打過 有得過mRNA預防針的媽媽 或者是有得過 新冠病毒的媽媽呢 可以多餵母奶 那可以呢 緩解中重症的這些 寶寶的身上的這些病毒 所以換句話說 李秉穎是身為小兒科醫生的 專家權威 他怎麼會不知道啊 還是說他真的就是 完全連辦法都不找 就兩手一攤就告訴你說 真的沒辦法 是這樣嗎有志 這不念書啊 是怎麼可能 不認真啊 不然就是他有自己政治的考量啊 我不懂耶 我不懂耶 我常常 因為我常 謝謝署長 謝謝很多的醫師 常常告訴我很多的觀念 我也漸漸的懂了 我和 我甚至不是醫生耶 這麼多的醫生 公衛專家 會願意跟我 朱大爺一大堆啦 我現在很多醫生都傳 一直只差我們 大概我們兩個 大概沒去上醫學課 醫學系而已 我們都願意認真去看書了 署長傳給我們的 陳博程醫生傳給我們的 或者說署長還邀請我 參加國際醫學會議 我有時候在裡面 我英文又爛 你知道 朱大 署長你下次可以找朱大 朱大的英文程度比較好 我們盡量都可以去願意去努力 去上課 去學一些東西 你呢 你為什麼會講出這些 前句後宮 前面說不用打疫苗 3月24號 然後4月13號 就新台灣模式 所有的小朋友 然後5歲以下的 側翼在帶一個什麼風向 哪有疫苗給5歲小孩子 一下打 就算BNT進來也救不了他們啊 你知道之前有沒有這些言論 不是這樣子想法的 你問這些公衛專家嘛 那叫保護罩 我們旁邊的5歲以上的 我們的大人盡量把自己保護好 那不就是5歲以下小孩子 最好的防護罩嗎 你現在是把所有防護罩拆掉耶 對 而且不但拆掉 那一根一根的柵欄還拆 快拆拆 兒童疫苗拆 然後那個抗病毒藥物拆 什麼都把它拆掉 然後讓所有的小孩子 直接面對這個猛獸 你有這樣逛動物園啊 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署長說這政策殺人 一點都沒錯啊 如果3月23號之前就來 請問一下今天還會有這個狀況嗎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是 是不是可以少死一個還是死一個 是啊本來就是啊 公衛的觀念不就是多救一個 多防衛一個 就可以增加減少你們愛的那個數字 對你們來講降低1%2% 對我們來講是救一個兩個人命 不都是同樣的目的嗎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的 某一些綠色公衛專家 會跟你講喔 也沒幾個啊 數字在下降啊 不是這樣在看待事情的 那你自己在看多少醫生在努力 我跟你講我很喜歡逛醫生的臉書啊 陳柏澄是其中一個 尤其陳柏澄醫師喔 他真的是這兩天焦慮到不行 他連半夜都還在那裡賣給我 他一直丟那個各醫學期刊 資源就來這個 Fortune 組長這應該是很有名的一個醫學的雜誌喔 他裡面就有寫母奶 母奶是一個非常好針對COVID-19 是非常好的一個防禦對抗的措施 然後呢他還甚至陳柏澄醫生 他一直把把資料一直傳傳二十幾文給我 把這個這個雜誌啊 一個一篇把它結下來 然後一個一個中文翻譯給我看 裡面還特別寫到 有因這個雜誌已經有人在講了 如果打mRNA的媽媽 對他出來的母奶 甚至對中和這些COVID-19的病毒 很有幫助 對 哇我們陳柏澄醫師已經找到這個地方去了 在李秉穎說無藥可救 李秉穎說沒辦法雙手一攤的時候 這些醫生還在努力 陳柏澄醫師是嘉醫科醫師 他現在還在找方法 對結果找到這個雜誌找到這些期刊 有我們這個電視牆上面都有列出來 對不對 他努力得到你看這些紅線都踏圈的 一個一個的幫大家找方法 然後他甚至還把衛福部之前的資料 你剛才給大家看的 母奶確實對上下呼吸道有幫助 政府說的喔 不是他說的喔 衛福部說的喔 我就是前衛 我有氣喘病 從以前 你看我出生多久了 我今年才28歲啊 28年前 假新聞要抓起來 這句話不行了 三百萬 蔣委員很認真 50年以前了好不好 幾年前的醫生 就已經勸我母親說 他有氣喘 那你盡量讓他喝母奶 有助於他的抵抗力 幾年了 李秉儀你告訴我 沒辦法 陳柏辰不是找到了嗎 而且世界各國的醫學期刊雜誌 都已經在做了 大家都在努力耶 結果我們廟堂之上 SEIP的主席 然後我們這些衛福部的雙頭一攤 沒辦法啊 小孩子阿公阿嬤 你要自己想辦法啊 這不就是讓我們最生氣的地方嗎 你看這些我們台灣這些 有良心的醫生 拼命的幫大家找解藥 我們現在呢 上位的人拼命放毒藥 我覺得這就是最可悲 最怪的一件現象 我無法理解怎麼會 我唯一能夠給了解釋啦 署長 你們看我的講法對不對 從頭到尾這個執政黨 就沒有愛過BNT 沒錯吧 所以政治嘛 說到底了是意識形態嗎 看到BNT 他就好像看到COVID-19一樣 這就是剛剛署長講 這腦枝綠了嘛 你看到每個都邪惡的 你只要跟BNT有關的都是邪惡的 你看從李秉儀嘴巴講出來 對BNT的嫌惡幾次了 郭台銘要買 哎呀那個都過期的啦 對 陳時中怎麼說 這大陸分裝的啦 那今天署長又給我們最新的資料 3月24號不安全 有沒有 後面的理由是不是寫不安全 現在安全還有疑慮 而且現在他叫大家趕快打 他現在也在說大家趕快打 他昨天叫大家趕快打疫苗啊 不安全 蔡英文總統今天發影片說過端午打疫苗 所以我們的CDC 比法國的CDC厲害 你要去年2021年11月已經在打了 我們的CDC比韓國的CDC厲害 韓國2月份都已經在打了 比新加坡厲害 連一個小孩都沒死 這什麼東西啊 然後我們現在台灣人不生氣 還在說防疫好棒棒 還可以任由他在外面說 我們現在防疫做得非常好 我不懂耶 現在到底台灣人是怎麼了嗎 這麼清楚明白的一個人 然後你對比正在大聲疾呼的這些公衛 跟有良心的醫師 很明顯了嘛 他們就是看什麼都是綠 BNT到底哪裡得罪你了 只不過一個叫上海復興 沒啦 BNT本身就是BNT嘛 它就是一個疫苗 它就是醫學期刊千錘百列 現在大家都還在研究著 以色列第一時間 就已經用幾百萬人的數字給你看了 那你現在到底討厭BNT討厭什麼 你要不要李秉穎親自飛到以色列去 去看看人家怎麼把這些資料做出來的 幾百萬的data 你自己說 你從以前看醫學期刊 從Lanssen 從英格蘭期刊 看這麼大了 你難道不知道這些都是千錘百列的嗎 你可以在廟堂之上可以講這些 所有工業專家醫生看不懂的話 那你還可以滅著自己的良心 包括何美香 包括李秉穎 包括陳時中 你們這些人 你去掉剛剛那上面的 我想請問林宙妍院院長 你也在裡面耶 我想請問許瓊馨副院長 你也在裡面耶 我想請問一下 李文生 你們這幾位 都是很有名的大醫師啊 大專家 你們有沒有一起贊成李秉穎這一個 3月24號 荒謬的政策 有背書喔 你們都背書囉 今天每一條小孩子的人命 很可能都在你們手上喔 你當年的這一篇文章 署長給看的 你們所有簽名的人 一人背一條人命 你願意嗎 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拿你這一輩子 醫生的親癒 堵在這一篇上 還是你要推給李秉穎 大家講清楚 白紙黑字在這邊 3月24號 林宙妍 李文生 邱正勳 許瓊馨 你們名字都在上面 我就一個一個請爸爸媽媽 你們好好看這些名字 是怎麼擋這些疫苗 然後這時候告訴你趕快去打 就是這些人 如果不是 請林宙妍院長 你出來跟我們大家解釋 你當初為什麼會同意的 你為什麼3月24號 你不 在這次會議的時候 報告主席 我們把孩子的疫苗買完 我們再開放好不好 你如果沒有講過這句話 我想請問 你怎麼在台大 在長庚這些醫院 在那邊胡說八道 自己還可以掛名字 掛在上面說 我來懸呼激勢救人 就於現在其實才不到3個月 就在3個月前 事實上在打兒童疫苗進來的 那除了兒童疫苗之外 其實呢 最近跟很多家長 還有孩子息息相關的 就是這個唾液快篩 那昨天這個消息 爆出來之後 我身邊有一些媽媽 本來要去買這個 福吉美唾液快篩 她突然Hold住了 想說我再看看吧 因為被踢爆說 驗不出Omicron病毒 那因為原廠的說明書 你可以驗出什麼都有 什麼 Beta Gamma Delta Alpha 什麼 通通都有就是毒漏 Omicron 那這個部分 當然第一時間呢 不管是福吉美 或者是陳時中 都出來解釋了 那陳時中說有啊 他這麼送過來測試的時候 我們自己有測出 是有病毒的 那福吉美呢也說 有啊 有檢驗報告是有的 但是我們到現在為止 只看到了非常簡陋 非常陽春的聲明稿 那相關報告完全沒有看到 所以我在這邊呢還是繼續請教 我們的這個邱淑提署長 就是說因為畢竟這個 我們看到的福吉美 退醫快篩的原廠說明書上 他真的就是沒有Omicron 這樣的病毒嘛 但陳時中呢就說 沒有啦 因為是這個說明書跟不上 我們自己驗的時候 是有驗出來 我不知道耶 是這樣嗎 這真的是合理嗎 那署長其實我們團隊 還在整個早上花了一點時間 去找其他的快篩試劑 那我們當然找到的是 就是搓鼻子的一般的那種快篩試劑 它上面一樣耶 有一些 它是跟你清清楚楚列出 它會驗出哪些病毒 其中包括了Omicron 所以我不知道 現在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署長 我想大家一路看到啊 就是這個政府 他拿人命開玩笑 而且呢 它是踐踏科學 各位想想看 Omicron從11月底 在南非報告出來 被世界衛生組織列進來 到現在已經多久了 半年了耶 半年了呀 事實上先進國家 在去年12月 就像美國 FDA 12月底 就已經完成了 所有的 包括 唾液跟鼻腔的 抗原快篩 還有呢 核酸檢驗 包括PCR 跟其他的核酸檢驗的 校對工作 校對工作 你要確認你的檢驗試劑 面對新的變種 是不是一樣準確 有沒有辦法驗得出來 準不準確 然後他公佈呢 這個敏感度的資料 敏感度會下降一些的 這個就是一個正常政府 他尊重科學 他在醫藥管理該做的工作 我們政府在幹什麼 對不對 我們政府準了這個第一家 然後呢你看他的訪單 這家活著嗎 六個月了耶 你訪單都還沒改啊 對 如果政府你有做 你給我們看數據啊 你給我們數據嘛 幾月幾日做的 數據是多少 對不對 對 但是就算你政府有數據 你這個 你這一家到底是 代理商是在幹什麼 原廠在幹什麼呀 你賣我們台灣多少錢啊 你連訪單你都不改 對不對 這簡直就像一個 過去食品一樣 誰敢吃啊 這整個怎麼會這麼趕 你的水準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但是你又怎麼會這麼趕 半年了啊 這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 怎麼會搞這種烏龍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 踐踏科學 踐踏生命 那你一個國家 連醫藥管理 都可以躺平式的亂來 我再補充一下 剛剛講到母乳 國人從來不知道 這我們把委屈 這個委屈都吞到肚子去的 就是我個人一路 從宜蘭縣衛生局 到台北市衛生局 到國民健康署 我們積極推動母乳補育 世界衛生組織 跟美國兒科醫學會建議 用純的母乳補育 要補育到六個月 減少呼吸道感染 減少腸胃道感染 小朋友智力發育比較好 你們知道以前 誰反對最用力嗎 你現在期待他們會告訴你 這個藥方天然藥方 你免消息啦 反對最用力的 就是李秉穎 他那時候在做兒科醫學會秘書長 林皺妍那時候在做衛福部的次長 就逼著我們說 不可以零到六個月 要用零到四個月 不可以多吃那兩個月 李秉穎還說什麼會軟骨症 然後林皺妍逼著我們 去改我們依照世界衛生組織 跟UNICEF定的 母嬰青山醫院的標準 要我們去放寬 甚至要求我們 不能再評鑑 所以這一些 他的心是向著小朋友 或是向著奶粉商 那你現在在決定國家政策的人 就是這些人 這腦子是綠色的 心呢 黑色的 我們非要我們的小朋友 付出他們無辜的寶貴的生命 來讓我們看清楚這些 政客類專家的真面目 好可惡喔 為他兩個月 組長那個時候你們不生氣嗎 當然是生氣啊 但是林皺妍也是次長啊 他壓著我們 我這個小小的官 很多人還以為我說政府官不是 我當然是事務官 我上面有一堆長官 但是大部分的長官都非常好 但是就有遇到這一種的 所以他這個 你竟然只剩來拜託他繼續當 你看看做得很成功啊 可是 對 署長講出真相喔 我們真的是覺得 身為家長呢 真的是毛骨悚然 真的毛骨悚然 他們有真的心向著小孩子 小朋友嗎 好 非常謝謝署長 今天提供給我們這麼寶貴的意見 的確 因為 署長說你是向著奶粉商 向著業者 還是向著孩子們 拖一塊篩布也是這樣子 尤其呢回到這個 現在被大家翻出來了 你就在兩個多月以前 原來你是擋兒童疫苗的 那 我剛剛一直在講說 如果及早開打的話 到底可以救多少個孩子 可是呢 現在搞到了一發不可收拾 那麼李秉穎才在那邊說沒想到 而且呢 請導播跟我們上一張 因為李秉穎才在拿出 腸病毒時候來跟我們說嘴 他說1988年 腸病毒71型疫情為例 一直都沒有疫苗啊 直到最近國內才研發完成 所以沒有疫苗的做法 就是採取停課隔離措施 目前新冠疫情也是採取這樣的做法 可是問題是 兒童BNT早就有啦 是你不買啊不是嗎 那結果他現在又拿這個東西 來跟你混為一談 我覺得有點神奇喔 先講一下這個 3月24號在做這個 衛福這個紀錄的時候 當時國內疫情是 有失無力本土案例 好像沒有很多 但當時其實 有一定能本土案例 大家都覺得叫娃娃 大家都覺得哇好恐怖喔 當時喔 本土案例失無力裡面 不是沒有小朋友 當時他指揮中心給的新聞稿 是10歲到80歲 換句話說 當時已經有小朋友確診 好同一天你有小朋友確診的 你在開這個專家會議的時候 告訴大家說 暫不建議5到11歲的兒童 接走COVID-19疫苗 好3月24號你當時不建議 這樣我們要的是會議紀錄 要誰去做這個決策 再來我還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當時不建議那請問 現在為什麼建議了 那你轉折的點是什麼 可能大家覺得說 因為現在疫情爆發 因為大爆啊 腦炎這麼嚴重 沒想到啊 如果這樣子的話 很簡單嘛 指揮中心跟這些專家學 就是等疫情爆 我才要亡羊補牢 我才要趕快 趕快開放這兒童疫苗進來 我趕快買喔 4月28號才開始買 你買物化器呢 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 8坪以上的 5到6坪的 或是小坪數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物化時間 大概從4個小時到8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快點購 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喔 幫我輸入 CTI 285 這是我們蠟碗爆的團隊代碼